跨年月月的惊魂我们来看到新北社命正姓男子 疑似是因为跟小孩教育有问题 和离婚一年多的妻子发生争吵 居然选在一百年最后一天 倒数的时候 带汽油还有带点火器 到前妻家先呛下后来纵火 有一部小轿车被烧烂 就新的一年对受害人来说 简直被吓坏了 民国一百年的最后一天 当大家都在风跨年 正姓男子却提着汽油 还有带着长长的点火器 来到前妻家的地下停车场 先左顾右盼确定没人后 不如通电话向前妻呛吓 随后纵火烧车子 时间地下室团冒出了熊熊火光 男子行径相当恶劣 纵火前却嚣张打电话先预告呛吓 被害人赶紧通报社区警卫 没想到事故还是发生 红色轿车被烧的左前方引擎盖 还有挡风玻璃几乎全毁 仪标板也因为高温融化 地下室一片乱 当时好几辆汽车还有轿车 就停在不远处 差点造成更大伤害 纵火的正姓男子现年三四岁 和前妻育有一儿一女 两夫妻一年多前离婚 这回却因为疑似教育问题 前夫妻选在跨年夜 嚣张先降虾后纵火 警方已经锁定对象 我男子还没有落网 让被害人一家人天天提心吊胆 这里我们少讲 新闻报道